为什么老美要进中国棉花呢 根据最新的数据 去年棉花产量大概是600万吨 需求780万吨 进口了200万吨 才满足了我们的需求 也就是说我们的棉花自己都不够用 更不用说出口了 所以很多人说 他们抵制也是抵制的寂寞 那为什么我们自己国内就可以自然自消 他们还要抵制我们的棉花呢 因为中国是典型的 不把全部分数刷到第一 就不开心 就要反思的国家 产量现在还是第二 那就刷到第一 消费现在是第一 那把后续加工产业链 也都搞到第一吧 加工产业链第一了 就把下游产品市场也搞到第一 目前全世界棉花有三大生产国 分别就是中国 印度和美国 印度在后续产业链上跟不上 所以一直以来 美国纽约期货交易所 是世界棉花定价中心 掌握着棉花的定价权 但中国出现了 中国棉花产量非常大大 也拥有了强大的工业能力 还有强大的市场 是世界最大的仿制生产国 这么多第一都难道了 下一步自然就是行业定价权了 而我们国家 确实越来越有定价权了 2014年6月1号 郑州商品交易所 推出了棉花期货交易 一开始是有独立性的 而现在已经成为了 世界棉花交易中心了 所以大家知道 为什么老美要抵制新疆棉花了吗 他们只是想 保留自己的定价权 多挣哪钱 而现在一些白眼狼 来抵制新疆棉花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抵制他们吧 让他们知道 想来中国做生意 就要守我们中国人的规矩 好了 想要了解更多投资资讯的 记得点赞关注 我是能够好黑人银银银银银的斯莫 我们下期再见